大家好 布林肯在反欧结束以后 与欧盟发表了联合声明 美国与欧洲的发表声明 同意重新启动有关中国的双边对话 共同努力应对俄罗斯挑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布雷尔 周三24号发表声明 说美国和欧洲同意重启有关中国的双边对话 并共同努力应对俄罗斯的具体有挑战性的行为 他们都认为与中国的关系是多边的 包括合作竞争和系统性竞争 两位部长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 讨论的其他问题 包括气候行动合作 新冠病毒疫情 伊朗 土耳其 布林肯与伯雷利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宣布重启美欧中国对话 声明称 3月24号布林肯与伯雷利在布鲁塞尔举行会晤 讨论如何加强美国与欧盟的关系 并协调应对优先外交政策安全和经济问题 他们还承诺在面对全球挑战时进行合作 包括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 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复苏 以及捍卫民主价值和基本自由 包括在多边机构内 会议期间 双方决定重启对华 双边对话 以此为论坛全面讨论相关挑战和机遇 他们承诺双方共同承认 与中国的关系是多方面的 包括合作竞争和系统性对手等因素 他们还决定继续在对话框架下 举行高级官员和专家级会议 讨论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对等 复原力、人权、安全、多边主义 以及气候变化等 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的领域等议题 声明称 布林肯国务卿和伯雷利高级代表确认 可信的多党民主保护人权 和遵守国际法支持印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 双方的目标是合作、迫近、安全 可持续自由和开放的海上供应路线的供应链 并期待着与志同道合的伙伴 在利益和方法交汇的地方深化合作 两位负责人还讨论了美国和欧盟 在气候行动方面的伙伴关系 以及合作提高全球雄心 使世界在2050年之前走上净零排放的道路 布林肯周三稍早与北约盟国的外长也会面 随后发表演说 强烈谴责中国广泛使用强迫措施 并敦促北约盟国与美国合作 加强对中国的抵制 布林肯首先批评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 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威胁航行自由 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 以及针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 利用他们日益升级的军事能力 北京的军事野心逐年增加 伴随着现代化基础 这些挑战似乎曾经相隔半个地球 但如今不再遥不可及 布林肯还强调 中国的行为对美国及盟友 造成安全和经济上的威胁 他指出 毫无疑问 北京的强迫行为 威胁着我们的共同安全和繁荣 他正在积极努力破坏国际体系的规则 以及我们与盟国共同价值观 布林肯也表示 在应对诸如气候变化和健康安全等 共同挑战方面 美国及盟国与中国仍有合作空间 但他也呼吁北约在北京 胁迫某一个盟国时站在一起 他说我们知道 我们的盟友与中国的关系很复杂 并不总是与我们完全一致 但是我们需要共同应对这一挑战 这意味着我们的盟国 我与我们的盟国合作 缩小技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差距 北京正在利用这些领域 施加强制性压力 布林肯你可以看 在北约的讲话和与欧盟 伯雷利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 都提到了欧洲要和美国进行联合 欧洲要和美国团结 针对中国要重启对话 而且也提到了双方包括合作和竞争 并不完全是什么 竞争也并不完全是博弈 而是还有合作 美欧在合作方面也要同中国合作 另外美欧也要团结起来 一同从中国合作 针对俄罗斯提到的就是什么 应对俄罗斯的挑战 所以可以看 在欧洲方面 俄罗斯还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挑战 也是美国和欧洲 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不用太担心 美国和欧洲合作起来应对中国 因为欧洲最大的挑战是俄罗斯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 拜登政府还有布林肯 他想拉拢欧洲 先得把俄罗斯这个问题进去 才能针对中国 所以这就是我说的 俄罗斯它成为了中国和欧洲 中国和美国之间一个重大的一个杠杆 这个俄罗斯它的问题存在的话 美国和欧洲 不可能一心一意联合在一起 针对中国 因为俄罗斯是现实威胁 俄罗斯未来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可能要搞一些 克里米亚事件 也要搞一些事情 所以欧洲面临的现实威胁是俄罗斯 而美国和俄罗斯 在这个全世界的争夺 全世界这个地缘政治上的这个博弈 也是让美国头疼 欧洲现实威胁不是中国 而是俄罗斯 那么中国通过俄罗斯 包括拉夫罗夫访华 通过俄罗斯与俄罗斯这个合作 可以削减一部分欧洲对中国的压力 所以你看懂没有 你看懂没有 这个欧亚大陆上这个博弈 美国想拉拢欧洲 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而欧洲因为俄罗斯的存在 不可能一心一意的针对中国 他要解决自己最大的隐患 就是俄罗斯 需要针对俄罗斯 那么中国压力就减小了 因为俄罗斯挡在前面 你看这个中俄关系 为什么是背靠背的关系 你看这个一下就想清楚了 为什么布林肯 还有这个拜登 这么希望干掉俄罗斯 而美国现在也希望 把俄罗斯直接直接掉 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 直接把俄罗斯当成敌人 拜登直接说 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就是杀手 你想一想 俄罗斯现在顶在什么 顶在一线 在北约的一线 而中国并没有什么 成为北约的最重要目标 所以说 欧洲未来 只要俄罗斯在 就不会对中国实行这种 全面性的打压 全面性的制裁 而中国关系 因为中俄没有结盟 所以欧洲拿中国 也不可能像针对俄罗斯那样 把中国当成什么 当成敌人 如果中国和俄罗斯结盟了 那欧洲反而会一心一意的要消灭中国 因为你俩是结盟了 结盟是一体的 结盟是一体的话 我就要消灭你们 消灭俄罗斯带着 也就是消灭中国 而中国不选择和俄罗斯结盟 你看出来了吧 中国这个智慧 中国如果和俄罗斯结盟 反而中国也危险了 那美国就希望中俄结盟 结果中俄就不结盟 这回你看懂了吧 中俄不结盟 反而让美国很难针对单一国家 针对中国或俄罗斯 进行全方位的制裁 所以说美国呢 有它的优势啊 就大西洋 还有意识形态方面 大西洋的这个连接 几百年了 但是也有难处 就是在欧亚大陆上 美国并没有一个支点 它唯一在欧亚大陆上能够 形成的支点是谁呢 是欧洲 但欧洲国家呢 又因为俄罗斯 不可能跟中国进行冲突 而美国未来最长期的敌人 又是中国 在欧亚大陆 其他地方找一找支点 美国现在没有找到 美国没有找到 东北亚地区找日本 日本是这个支点 但是日本离中国大陆的太远 它不可能登陆到欧亚大陆上 在中东 以色列是它的支点 以色列能影响中东 但是以色列毕竟太小 又没有它的支点 它只能在中东放火 但是它没有支点 所以你看啊 欧亚大陆这种地缘政治关系 美国在欧洲是它唯一的支点 利用大西洋两岸关系 它说话好使 但是呢 因为俄罗斯的存在 阻挡了美国 向欧亚大陆腹地 向腹地发展它的地缘政治优势 中国在东南亚 也阻挡了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优势 对吧 东南亚那些国家 最多就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 像这种小国家 日本呢 孤权海外的这些小个国家 它跟美国有点关系 但是美国绝对不能 把它们当成支点 如果当年啊 我说当年如果美国能把中国啊 真的 能把中国这个 拉成盟友 对抗苏联 肢解苏联 那我觉得美国会把中国当成什么 当成个支点 但是现在说回了 苏联也绝对不会让中国投靠美国 也会肢解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中国就分成什么 像朝鲜一样 两个国家 南北分成两个国家 所以有时候你看地缘政治二战以后 那个时候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新中国成立了 是个统一的 就因为地缘政治 苏联也不能希望美国在欧亚大陆 东北亚地区出现一个支点 所以苏联一味的支持谁啊 一味的支持中国这个新中国这个政权 布林肯和欧洲啊 他的这种合作呢 我觉得也只是发表一个声明 并没有实行的 所以咱们也不用太担心 不用过于担心 美欧之间矛盾还很多 特别是我说北溪二号 另外土耳其 土耳其是欧洲 其实非常麻烦的一个啊 他离欧洲近 对欧洲也非常了解 但是呢 欧洲对他又非常警觉 土耳其会未来成为欧洲 地缘政治里边一个变量 俄罗斯也正式利用土耳其 埃尔多安 打破北约的合作 利用德国 打破欧盟内部的合作 所以说我觉得 欧盟现在呢 和这个布林肯啊 发表这个联合声明 不管这个联合声明内容怎么样 实际上都是给拜登 给拜登一个定心丸 是双方意识形态方面 还是会合作 但是未来具体怎么样 具体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要怎么做 还要看欧洲内部的利益 利益的分配 就是你美国 能不能拿出真金白银 所以我觉得没必要担心 那今天给你讲了 这个地缘政治 你也可以看到了啊 美国利用欧洲 这个地缘政治 影响欧亚大陆 切割俄罗斯和中国以后呢 那美国在整个 欧亚大陆上的影响力 会巨大 那中俄绝对不能让这件事发生 这就是未来长期的地缘政治博弈 你看懂了以后呢 你也就知道了 咱们欧亚大陆啊 中俄背靠背是有原因的 中俄不结盟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不结盟 我今天给你讲清楚了 我觉得意志形态冷战已经开始了 而且未来只能向高潮进发 未来会越来越 大家会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新闻 中国欧洲 美国在意志形态方面 会大大出手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